HELLO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仲哥 今天是8月13号下午2点半 那同样,昨天的解盘呢,我们是怎么跟大家做说明的呢 我们跟大家提到,目前加权指数呢,仍然是处于一个多头架构 多头行情呢,还没有改变 那多头行情呢,有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 还涨几点 所以我们昨天跟你提到,打到上扬月线反而是一个好买点 这加权指数呢,连两天的大跌白点 打到上扬月线,你说这种个人是疯了吗 为什么连两天大跌买点,反而是一个好买点呢 事实上这是改参币八大法则告诉我们的 打到上扬均线是一个很合理的买点 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过往的经验来去跟大家做解盘 那合理的买点,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股票呢 还是有股票向上去做喷出 那两档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到这4536托凯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那老朋友我们可以看到从130 我们跟大家一直分享到现在 当初的行动代号凯旋而归还有印象吗 我们跟你提到130开始进来之后 然后中间呢,我们一路呢 不离不弃的帮大家做追踪 中间还有参与这个初宣席 那参与初宣席之后呢 今天是怎样,创了一个还原全息的新高 那今天要波段报仇呢 已经呢,来到超过30% 从130一路追踪到今天涨停板的位置 172 这边呢,一张价差是将近多少 将近50块啊 如果把你全息算进去的话 是将近了50块 老朋友,你买个一张是赚5万块 买个10张是怎样 是赚了50万啊 老朋友,赚了50万相当于一般上班族的一个年薪啊 所以呢,当你买到一档好股票的时候 记得你一定要好好把它抱着 就是呢,这样慢慢的赔着他股价一路往上做成长 当你越保持着耐心的时候 这时间呢,会带给你丰硕的报酬 很多人呢,积极引引这样 想要去找寻一些马路消息 那就算真的让你买到一档标股好了 你可能赚个5%赚个10%就下车了 那很少有像仲哥这样子一路坚持到最后的 因为呢,我们怎样 就是看线来办事 大家形态还没有转落 那你为什么要急着下车呢 事实上,拓凯的仲哥也不是呢 只有今天才在跟大家提到 我们呢,每天节目都有跟大家提 甚至呢,仲哥还特地录了一个金牌比一匹的节目 当初有介绍这个电动自行车 仲哥特别举了这档4536拓凯 那他拓凯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们都知道,电动自行车 他的车价要越轻越好 虽然他的碳纤维车价是全球No.1的 虽然这边打入很多的电动自行车场 虽然这业精英也是呈现一个这样往上的一个态势 那反应到这个股价上面就是怎样 不断的创新高 你可以看到我们当初就怎么跟你讲 这个外资口口费口费 那这个股价就会口起口起口起 你可以看到外资在这段期间 这个筹码通通都没有松动 而且是一直每天维持着一个买操的动作 那我们先前有跟大家提到 你要利用量缩震荡拉回没有破跌的时候 来去做买进 第一阶段涨完之后开始走一个横向整理 横向整理这段过程中 这个量缩都没有破跌 这边是给空手的一个好的切入点 那直到什么 直到他放量再次表态 放量表态的那一天就会是方向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往上去做突破 过了所有的一个区间反应来之后 松哥认为他这边很有机会再度往上去走一波 那会不会来到40% 会不会来到50% 说实在松哥也不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做好一件事 就是耐心的陪着他一路往上去做成长 耐心的陪着他往上去做成长 那这种甜美的果实 破断交易 破断交易甜美的果实 人人都想尝一口 但是中间的耕耘 你是不是能够坚持下去 当你能够坚持下去的话 这甜美的果实 你才够资格咬一口 不然的话 你吃到的可能都是一些烂苹果 因为可能赚5%就赶快走 或者是什么 最大事情是什么 很多人都是赔钱一路抱着 那这种歌想问大家是 一来一往 这样子你要怎么赚到钱呢 我们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保持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大赚小赔 我们曾经跟大家提到一个理论 当你的胜率 如果有超过三成以上的话 就是一个强大者 棒球场上超过三成的话 就是一个强大者 当三成就是强大者 那是什么样的概念 就是你有可能是 第一把可能赔个5%好了 第二把可能又赔个5%好了 但是你第三把 如果像我们这样拓凯 逮到30%的报酬 像我们星星逮到50%的报酬 像我们这623的旺西逮到80%的报酬的话 你输的一把回来 而且这样整年下来是大赚的 所以你这边一定要坚持下去 把你的耐心放着 然后把眼光看远一点 这样看远一点的话 就时间会带给你很丰盛的报酬 那追踪完拓凯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档6165的捷态 我们也是一再跟大家做追踪 所以你可以发现 行情在震荡的过程中 为什么我们的股票特别容易强势 其实投票你都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呢 这个股价是由钱去堆出来的 这个我们都不能否认 不管你是做当冲隔日冲 还是什么波段交易 这股价要涨必须有资金流入 资金流入的情况之下 股价才特别容易涨 不然怎样 你一档股票再怎么好 再怎么好 就好像说这被动元件 这7月营收创了一个新高 但是股价还是横在那边 所以你与其把资金丢在那边 让它去盘盘盘 你为什么不能跟着这种各样 把资金投入在正在发动的股票 这道理就好像我们在开车一样 开车你要去A地方 但是你车子一直静止不动 中哥想问大家的是 车子一直静止不动 你明天会到吗 明年会到吗 后年会到吗 中哥刚刚跟大家讲 搞不好你百年之后都还不会到 但是如果你车子有在发动的话 是不是特别容易比较快速到达目的地 那当然车子你要搭北上的车 万一你不幸搭到南下的车的话 记得我们要赶快先做个停数 所以操作其实跟我们生活道理是很 很有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也一直跟大家提到 其实操作就跟人生一样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每个阶段我们努力来去追求梦想 所以现阶段的行情是怎样 一个精进涨的行情 这个股还是讲会有轮流 强势股会轮流的冒出头 所以家庭指数即便在震荡 但是这热钱还是在盘面上不断的找寻机会 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态 我们跟大家追踪多久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从第一个切入点之后 一路追踪到现在 这个起降点一路追踪到现在 目前波段获利也要来到三成了 中间横向整理的过程中 是不是也符合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量缩震荡拉回没有破地 是一个合理的买点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就一根长红表态 一根长红表态明天会不会再往上涨呢 说实在 东哥不敢跟大家讲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预测的事情没有人会知道 但是我们可以照着几率的方向去做前进 当几率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就往这边方向去做前进 当几率比较小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考虑到风险的话 这边我们就不要贸然前进了 风险报酬比是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 我们在超速上面就是不断的怎样 往报酬几率比较高的方向去做前进 所以6月6日这档解态我们在当初怎样 很像这种突破平台之后进场切入 到今天波段活力已经来到了将近30% 大概就25%26%这边 所以你没想到这种小型股 也可以让你赚到25% 赚到这个30%吧 当然这种高价股 这种也是有本事怎样 但你赚到20% 但你赚到30% 我们待会再帮大家好好追踪 我们首先我们要再追踪一下 另外这档 我们这档股票也是来到了一根掌顶板 那相信你有追踪这种节目够久的 都会知道这种先前曾经做过一段 那这档股票就是六四一四的花汉 今天又是一根掌顶板 我们把它放大线形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是什么时候做切入呢 在第一根刚开始切入之后 我们这边第一根起涨之后有去做切入 那切入之后这边中间跌破月线 我们有守庭力 但是今天又是一个转强点 那我们在群组上面 也有事实的提醒大家 这站上300块将会往上再走一段 所以重点来了 这种哥群组你加入了吗 如果还没有加入的话 记得拿起你的手机 这个LINE输入账号 小老鼠BBA5820H 就是加入之后 就可以收到这种哥及时的盘中讯息 所以我们跟大家提到 让站上300块之后 很有机会再往上走一段 那今天也是来到了掌停板 后续会怎么样 总认为很有机会再往上走 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看待呢 其实要回过头来 我们第二月初跟大家提到的 5G成用电子还有IC设计 那5G先前是怎样 这个基础建设先行 那后面是怎样 这个应用端会开始发酵 虽然641色化碳这档 不妨跟着我们一起 好好把它追踪下去 所以这强势股能就一直围绕在我们家 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实际上你也不用感到压抑 因为这种哥是追踪资金流向 资金流向可是会走在消息的前面 可是会走在法人的前面 因为法人他们要去拜访一家公司 他们才会进场去做买股票 那他们拜访的公司 这来源都在哪边呢 通常是已经开始在涨了股票 你相不相信呢 你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 外资出了研究报告 或是投信出了研究报告 是不是总是在股价 已经发动了一段时间 那你或许问说 那这报告是不是用来出货的 但是这种哥刚刚也有提到一个重点 第一阶段往上涨之后 横向整理量缩震荡 拉回没有波低 请记得这四大原则好不好 这四大原则 其实这种哥已经提过非常多次 所以你利用这个原则开始切入之后 后面这段 你就通通都有机会吃到 那我们常常跟大家提到 鱼头鱼身鱼尾 那你要的是哪一段呢 如果你第一阶段来不及 跟上我们脚步的话 没关系 但是中间这段鱼身这段 你记得要把它给好好吃完 因为鱼身这段是最补的 所以如果以对称形态来看的话 这个化汗会涨到哪边呢 这都让投资朋友你去好好思考一下 再来我们看到这一天最强势的ABF栽板 那ABF栽板今天是呈现纷纷重挫 包括3037的星星 还有这3189的这个锦座 今天都是以呈现往下达的 那这种哥今天看到他找盘呢 冲高之后 冲高武力往下出现倍率的进行 中哥也是选择这样 选择先把它给获利卖出 那当然这糕点呢不是中哥卖的 中哥必须很诚实 很白跟大家讲 很多人跟你讲说 这糕点是我们卖的 中哥要跟你讲 听他在喉咙 听他在喉嚣 每个人都不是神 或许有一两次可以让你卖在糕点 但是中哥不相信 每次都可以卖在糕点这种鬼话 我们要的是什么 买在相对低 卖在相对高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你买在相对低 表示说行情刚开始发动的时候 你适时去切入 如果说你要永远买在最低的话 中哥想问大家的是 6452康有 今天低不低 如果你那位低的话 进场去做买计的话 明天搞不好又送你一根跌停板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面 一直喜欢买这种强势股 然后怎样 卖在弱势的时候 所以中哥找到盘的时候 发现他有开始走路的形象 也是带着全国会人票 开始怎样 把这持股开始做个调节 尾盘几乎是打到了快跌停板 中哥卖的可是算是相对漂亮 为什么讲相对 因为我们是卖在相对高 卖在相对高 你一定要记得 我们跟你提到 操作上面绝对是什么 买最强 然后怎样 很强 如果你要硬要买在最低点的话 中哥跟你打包票 低永远还有更低 康有跌停 跌停跌停又跌停 中哥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挂着单子 要进去买呢 中哥你可以看到 今天还有大概约100张 进去承接这些股票 那种有问题的公司 你应该是每天挂跌停卖出 怎么还会去买呢 那说实在来这是题外话 我们赶快再追踪一下 我们手上的支股 那今天跌停 这信心打到快跌停 你问中哥说会担心吗 说实在来我们并不担心 因为我们7月20号 跟你提到个股 这样一路涨上来之后 我们这个成本已经拉开这么远了 你会担心吗 中哥想问大家的是 如果你赚了50% 今天打到跌停板好了 赔个10% 你还有赚40% 那你是在怕什么 中哥常常跟大家提到 怕输 你就不会赢 事实上你进去 进去casino玩21点 也是一样的 什么时候该加码 什么时候该冲 一切都在中哥的掌握之中 事实上你去casino 也就21点 可以让你赚到钱 不信的话 你试试看看玩其他的 百家乐 赌大小 其实都不容易让你赚到钱 因为是什么 那是看上天给你的福报有多少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623旺系 这个旺系我们也是一样 持股还抱着 那这个出场条件 其实我们先前节目 也有跟大家追踪过 中哥就不再赘述了 再来我们看到303406 也是一样的 再来看到6679玉太 也是一样的 那6679玉太 今天有跌破月线 那再次跌破月线 中哥怎样 选择先把它给获利出场了 那为什么要先获利出场 其实就是因为跌破月线 所以你可以发现 我们的SOP 绝对很明确 该进场该出场 都是按照的几率在走 那为什么报到现在 要报到现在才要卖掉 先前我们也跟大家提到 你不要为了害怕少赚5% 而错过50%的大议论 如果你为了担心这个的话 但是中哥相信 你后面这段 你统统都赚不到 我们回过台看一看 我们刚刚提到 4536拓凯 3037的新星 623的旺系 似乎你如果急着 赶快把它卖掉的话 那亏损的不会 一直给它抱着 舍不得卖的话 那中哥要跟你讲 那准备就倒大没了 因为操作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或许短线上 有机会让你熬过去 但是长线下来你一定是输家 所以有时候 你观念要稍微改一下 中哥讲话也许 Cut到底一点 但是中哥是为大家好 所以你要把中哥话 给好好听进去 那回过台5G 车用电子还有IC设计 这是我们的三大主流 那中哥认为5G这一块 已经开始怎样 反映到应用端这一块了 所以你可以好好去做留意 同时费半 费半昨天是创了 在创历史新天价 那之间会不会再度重回 这半导体 尤其是IC设计类股 投票一样可以 好好把它做追踪跟留意 那中哥这边跟大家打爆票 在过去两个月 如果你有跟着中哥脚步的话 中哥这边相信 相信什么 相信你过去两个月 是你人生交易商场里面 最多涨停板的一个月份 不信的话 你可以回去慢慢细数 中哥影片跟群组的文章 统统都没在三的 你可以慢慢去数一下 或是你可以看看 你自己的对当单 你有跟上我们脚步的话 相信的是一档涨停 又一档涨停 因为中哥是追踪资金流向 资金流向往哪边走的话 这个股价会越容易涨 其实这道理 我们已经跟大家提过很多事了 只是你的心态 愿不愿意改变 你愿不愿意跟上我们这样的节奏 跟上我们就是这样 把这强制股纳进我们的口袋 然后他还没在转路的时候 就是一路陪着他成长 所以1536拓改 你今天感到意外吗 今天涨停 你似乎不用太过意外 因为我们就是这样 把强制股放到口袋 然后静静的陪着他 一路往上做成长 所以中哥这边有个爆发力专案 爆发力专案就是怎样 夜暴策略 夜暴策略要跟大家做分享 我们持股就是维持着一个三档的tempo 因为短线上大反来到这边 这边震荡加速 虽然说还是维持着一个多头架构 但是很有可能是这样 进一退二 然后又再过高 至今可能今天在A类股做点火 但是可能又休息了几天之后 A类股才会再重新转强 所以我们用短线的专案来怎样 帮大家一档赚过一档 一档可能赚个5% 6% 7%就跑掉 然后下一档又赚个5% 6% 7% 有没有 这样长期累积下的话 累积了10档的话 这边你就是怎样赚了50% 赚了60% 那当然中间会有 当中间一定会有不如意的时候 但是我们会把亏损控制在1% 2%这边 不对我们就要跑 所以这短线的爆发力专案 欢迎各位有没有 填写下方的一个表单连结 那有哪些个股进入猎豹的绝对领域呢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当然在前天的时候 有跟大家分享这份建立信息的资料 首先我们跟大家亮牌1904的阵容 有没有往上涨 今天还有尝试性的往上创新高的过程 那8213的这个自操 昨天一根涨停板 今天又是一个大涨的过程 所以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个股 绝对是非常有料的 所以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 投票你一定要来去做填写 同时我们还要跟大家追到一档 这档金玉两眼 今天虽然说稍微讲 稍微是呃呈现一个下跌 但是你可以看到其将点好像没有跌破 缀尖反压也没有跌破 那这个反压已经变成了一个支撑了 所以呢 没有跌破的话 还是一样 随时有机会再创新高的 那最后跟大家提到这场呢 一四七六如虹 这场呢就是孔子的中心思想 就是呃 儒家思想嘛 所以我们跟大家提到一四七六这个如虹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切录之后 然后的确往上慢慢的往上增高 目前波段获利也是来到了10% 那为什么众哥要公开跟大家分享这档 因为有很多人反映说众哥猜不到 那猜不到众哥这边就佛心的跟大家去做分享 所以影片这边看到最后 我们还是会回过来讲解一下这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还是一个区间的形态 没有太大改变 那至于1,2,3这个区间应该怎么解读呢 只要不跌破1这个区间的话 大阪还是有机会再攻万山 那如果跌破的话 你反而不用去太过担心 因为这代表说整理时间顶多是拉长而已 整理时间拉长还是有很多个股会轮流表态 尤其是这个区间是在月线的支撑之下 所以打到这个区间你反而不用担心 那跌破第二区间的话代表什么 代表说你的多段部位要开始先做减码 因为形态上已经开始变得比较落势 代表变得比较落势不代表说要进入一个空邦时间 因为这上扬的基线还是呈现上弯的 那直到什么 直到第三个区间跌破 那基线也开始慢慢呈现下弯的时候 那时候你就要开始保持一个空手警戒状态 所以这三个区间就跟大家交个朋友 所以最后影片下方的表单连结 今天填写 马上明天就可以跟上我们的布局 所以欢迎大家填写表单 加入我们家族成员猎豹的议员 那众哥也要请大家持续锁定众哥Light跟Tailgrid 两个都把它加入才能收到众哥最及时也最完整的讯息 那我们下次见啰谢谢拜拜 拜拜